我戰爭開打第二天 全球金融市場緊繃 前一天中摔461點之後 台股今天表現也有如坐雲霄飛車 最正美股逆勢收高 台股開盤大漲142點 最高來到17737點 拨盤中金融股成了脫油瓶 上冲下洗超過180點 還好在尾盤靠著電子航運撐盤拉回 收在17652點 勉強守住半年線 戰爭之下股市震盪 受到衝擊的還有油價與金價 國際原油價格已經漲破100美元 預估國內下個禮拜的油價也將連三漲 國際金價部分開戰首日二月二十四號 每盎司盤中最高漲到一千 九百七十三點七美元 也是近十七個月以來的高點 而全球也再度面臨通膨危機 因為俄羅斯握有相當多天然資源 烏克蘭更是小麥大倉 因此萬物原料黃豆玉米小麥的 起貨價也漲 光是二十四號價格 美國小麥創十三年來新高 黃豆逼近二零一二年的歷史高點 玉米也寫下二零一三年來的新高記錄 而當各國開始對俄羅斯經濟制裁 還有個大問題 因為俄羅斯是很多國家 天然氣主要輸出國 我們天然氣的來源主要是來自卡達 澳洲 印尼等等 那我們跟俄羅斯本來有一個中長期的約 那這個約在下個月三月已經到期了 那我們今年對天然氣的採購呢 目前在上半年都是非常充足的 台灣雖然沒跟俄羅斯買天然氣 但半導體是台灣經濟命脈 就怕除了物價漲 晶片供給端變數大 又帶動更多衝擊 巴拿新聞綜合報導